被赵本山捧红的八位女明星 个个都是顶级大美女 第一位 关婷娜 她在《乡村爱情》中饰演杨小燕 凭借性感火辣的身材一夜爆红 因此被赵本山捧了12年 还成为赵本山多部剧中的御勇媳妇 39岁的她直到现在还是单身艺人 第二位 王亚斌 她是《乡村爱情》前两部中王小萌的扮演者 把王小萌演绎的深入人心 出色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喜爱 但王亚斌更专注于舞蹈事业 在舞蹈领域更是获奖无数 如今也是享誉国际的青年舞蹈家 第三位 于月仙 于月仙年轻时称得上艳鸦群芳 据说她还是赵本山的小姨子 因出演乡村爱情中的谢大脚而走红 她也把谢大脚东北女人的性格演绎得唯妙唯笑 只可惜在前年8月份的时候 因车祸离世 享年50岁 第四位 王亚杰 王亚杰是学舞蹈出身 气质形象出众 被赵本山看好后 直接主演系列喜剧马大帅 文婉质朴的形象备受好评 在2011年嫁给了知名男星鱼羊 第五位 毕场 毕场原先是一位舞蹈演员 身材高挑的她在演出时被看中 成为赵本山的女徒弟 之后在系列剧《乡村爱情故事》中 饰演王小萌而走红 第六位 吴依迪 她在《乡村爱情》中饰演大学生陈彦南 也是剧中公认的大美人 还曾担任本山传媒总裁助理一职 她现在平时酷爱健身 经常在某平台大秀完美身材 第七位 蒋依山 蒋依山是赵本山的徒弟 她是正经的演员 刻班出身 在《乡村爱情》中饰演刘英 在2014年 嫁给了同门师兄王龙 近两年可能生活比较幸福 身材发福 颜值也有些下滑 第八位 王军平 王军平在某次活动中担任李小姐 之后被赵本山看好说为徒弟 随后进入本山艺术学院学习表演 她因在《乡村爱情》中饰演香绣而走红 据传她的丈夫是位圈外人 这些被赵本山捧红的女明星 你觉得哪一位最漂亮呢